現在我們要來製作 如何製作一個看起來很專業的冰的水果茶 那我們使用單杯製作法 一般我們在店家看到的是一壺 那我們在家裡來教各位如何來做 看起來一杯又是非常專業 很漂亮的一杯冰的水果茶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所需要用的一些材料 第一個需要的是果栗茶 再來需要一些切碎的水果丁 像蘋果丁 然後奇果丁跟鳳梨丁 那我們需要的果汁有像這個鳳梨汁 檸檬汁跟新鮮現榨的柳丁汁 那我們需要一些少量的果糖 還有冰塊 那我們用到的器材除了有我們的盎司杯 還有就是我們要榨果汁用的榨汁器 還有一個要準備一個小的熱壺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來泡下面的茶的部分 現在我們開始先來製作茶的部分 我們這裡需要大約100cc的熱水 我們就把這100cc的熱水加進來 這裡需要100cc的熱水 那我們這熱水是要先來泡茶的部分 因為水果茶它是有茶的部分 那早期的水果茶我們使用用紅茶來泡 可是它的味道比較單調 現在我們改使用果栗茶 它泡起來味道不只豐富 顏色也會比較漂亮比較好看 那我們所需要泡的時間是1分鐘 那這部分我們就把它靜靜擺著在旁邊燒帶一下 那我們先來製作下面水果果汁的部分 那第一件事情請你先把柳丁汁先榨汁 先把柳丁汁榨汁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這種市面上都買得到 這在我們一般的市場都買得到這種榨汁型 它比較方便 它比較方便 就直接這樣直接榨就可以了 這種榨汁器它有一個好處 傳統的榨汁器會把皮裡面的苦澀的精油給榨出來 那這種榨汁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只取果汁 不會把皮裡面的精油苦味給攝取出來 好我們把這個新鮮的果汁榨出來之後 就直接加到我們的杯子裡面來 直接把它加進來 完了之後呢我們就把我們的鳳梨汁 以及檸檸汁 這新鮮果汁加進來 然後呢 先在這裡面加冰塊 先加半杯的冰塊 然後呢我們添加果糖 這裡面呢我們要加一盎司的果糖進來 就是30CC的果糖 這裡面要加30CC的果糖進來 好 完了之後呢我們再繼續把冰塊 加到 八分滿的位置上 好我們把冰塊加好 加好之後呢我們看一下我們泡的時間是不是到了 一分鐘到了 這時候來看一下 我們的茶的顏色已經泡出來了有沒有 這樣子有淡淡的紅色就可以了 有淡淡的紅色就可以 那我們就把這茶呢直接倒進來 加進來這裡面 好 它就會很自然分成這樣 好 會有兩層的顏色的效果 然後呢我們再把我們的水果丁加進來 再把我們的水果丁加進來 來裝飾一下 好 裝飾一下這部分 這樣就完成了 加上吸管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很專業的 夏季的 冰的水果茶 我們會不會蒿到 我們會不會蒿 til